这人人都会 帅哥在这做生意多长时间了 几年了 什么饼都做 饭 快餐 又做饼又开饭店 不做个上海可能养活一下 你这个手艺学了多少年了 学了十几年了 来到上海就是从事这个工作吗 对 21岁开始 今年31岁 做了十年了 你开饭店还有烹饪的手艺 手艺有 手艺过 还有按摩的手艺 技术还挺全面的 什么行业都干过 做了十年生意了 感觉怎么样呢 就没什么就那样 老百姓没有文化 你不干活你干什么 打工又没人要 做办公室又做不了 做这个人心生就是累 来来 骑脑单可以的 你每天几点起床 四百万 休息呢 中午休息一个多小时 晚上呢 晚上七点钟的时候 他回家到十点钟睡觉 每天都是这样 每天都是这样 这样的生活一直在重复就是 你餐饮店是做什么菜呢 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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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餐饮店的话也是你来做 还是你家里人做 家里人做 我一个人哪里做的这么多 忙不过来啊 饼快好了 嗯 这饼是多少钱一个 五块 这个活是没人干的活 为什么说这个活没人干呢 太累了是吧 太累了 拿着浑身都是饼 浑身疼 一天站在那十几个小时 十六岁开始干的 前段别的城市做的 没上学就开始做 做到现在 不读说了就开始做餐饮方面的 对 后来来到上海了 对 结果婚就来上海了 当时选择上海是觉得这边人多 生意好做 对 就来上海之后和你想象的一样吗 我还到哪城市都一样 出来的早到哪都一样 老板老家哪边的 上会 像我们的照片都一样 你出来参加工作的时候怎么选择了餐饮这个行业呢 老爸也做这个的 门里出生署一次 九几年 我老爸九几年都开始做了 你爸当时也是在上海做吗 对 九几年就在这里 九几年了 这里是大楼了 以前是换了市场 那你父亲来上海是比较早的 酱辣椒 再干几年不干了 累了,回家带小孩了,小孩上车了 小孩上车中了,知道吧 带小孩了 你有几个小孩 两个 你一有小孩就给照顾他 你又不就不要 你是想回到老家继续开饭店做饼 不做饼了,做别的事 做别的事 你还有其他手艺 手艺都 有什么用啊 烧烤炒菜都会 做饼 做饼 都是餐饮方便的 对 说餐饮的都会 总归还要回家那样 就是你没有想在上海定居的意思啊 以前想 现在不想了 买不起房 之前你想的时候 那个房价应该还可以吧 之前想的时候能买得起 现在买不起 买晚了 对 当时为什么不买呢 没文化 没有看到上海这个房价长这么厉害 对 然后老家买了房子了 买了 你挺年轻的 买房子应该比较早的 买得早 三套房子 家里有三四套房子 都是你做这个餐饮 做饼 挣的钱买的 对 吃了房子都有 家里 现在哪个家庭没有吃了房子 老地方又盖了 又买了 那时候房子便宜 你买的房子也要上百万一套吧 现在有 18万 18万 你两个小孩三套房正好 你没一套 两个小孩一人一套 对 你想想 阿大 15年过去了 你再不挣点钱 买的房子还挣什么 还干什么 葱油饼的天花板10块是啥意思 阿大 上海有名的阿大葱油饼 不买10块吗 你觉得你的葱油饼和它有区别吗 都一样 它是 这怎么说你 对 这 都一样 吃起来味道都是一样的 你这句话就是模式 有的人就专门喜欢讲人家饼 好跟不好 自己赔 它是模式 要是你经常来买这边的饼吃吗 我 我就在附近 可以 每天来买点早餐 都一样的 别打工说 别打工多赚点就行了 又没人管 自己想做就做 想休息的就休息 只要不提别人就行了 比较自由 你是比较喜欢自由的人 做什么生意准备回老家 用老家 打草 张饼现在那个小麦杆子 它是不准烧吗 回家收那个 状纸也可以 有的牛肠也要 冲一瓶 冲一瓶 几个 六个 热的 六个 好 两个 拜拜 老家现在就是干了 一年几十万 收小麦的接杆一年几十万 对 一年就收两次 一个玉米接杆 一个小麦接杆 你有钱你就干 你们以前就不干了 你收这个的话需要成本 也不高吧 没有个几十万 你哪里 有七十万 五六十万 你哪里收 需要启动资金 对 你全家都在这边现在 对 就小孩 小孩在老家 小孩都来上床 像我们造成也得 没交金 没完善 今年春节回家吗 回 要提前回去了 还有十天 还有十天就回家了 要给小孩子买点礼物了 他一天在家想着你回家 现在倒计时 他一天也倒计时 你也倒计时 想你们了 你二人在这边吗 对 那是要肯定很想你们了 这个店面你在这经营多久了 这个店面总体下来有七八年了 那你这个店是老店了 老店 学了技术 人家叫你找你给学了 学了什么来的 你别特厌 学不到东西 这个没技术 两天就学会 您的意思做这个饼两天就学会了 对两天 你带过徒弟吗 看一眼就会了 这个面食 因为你之前学过烹饪 相关的 这个面食 你要会做一样 你都会做哪样 他说好了又治得到哪里做的生意 那等于上哪里都是的 说好了到哪里做的生意 有生意 你没有好没面 你什么样做生意 你觉得做这个生意 主要没面是第一位的 那肯定的 就是掌握这个技术并不难 有好没面 有人 你要是南京多 你卖什么都能卖掉 人多多 十个人买就一个人买吧 是不是 火面什么也不要 人家说火面 又放鸡蛋放什么 狗屁 就放水 什么都不放 嗯 就放水 现在这个面食 学面食也挺贵的 那肯卖 人家说他挣钱的 肯定想想 比较贵的 他挣钱 你去学来 他收拾位 那挣钱的不比较贵吗 他一说又这个了 又那个了 我活了 来的十几年面了 我不知道 什么面没喝过 大家吧 那如果是 我就喜欢你 我来找你 我来找你